再来聚高香港的疫情 过去一个星期已经累积了近百例的新增个案 而且大多数都是本土的个案 还有很多找不到源头的群聚感染 现在有香港的血者认为 病毒已经出现变异 使得它的传染力更高于武汉封城之前了 那么港府到底该如何因应呢 交给慧平 好的谢谢新话 其实香港从6号开始 每一天的单日新增病例都在30例以上 而且就像刚刚讲的很多都还找不到源头 所以香港政府也在昨天晚间宣布了新的防疫规定 我们来看到首先是抵达的乘客 抵达香港的乘客呢 必须在登机之前就要接受检测 而且这个报告必须要呈现是 因性你才可以上飞机 那再来是因为香港很多的所谓的外优 那外优到香港呢 到饭店必须要隔离14天 才可以到雇主家里面去 那再来是其实香港有很多的印度 还有巴基斯坦的就是外裔人士 那像这样的人呢 他们回到香港必须要分批 不能够一次全部回去 最后是12种的娱乐场所 包括这个健身房 公共浴室等等都必须要关闭7天 而且香港政府还宣布了 他们的群聚限令又要再更加严谨了 从现在的50人要恢复到3月份的时候 就是不超过4个人 而且香港政府宣布这5大的新规呢 会从15号的凌晨开始生效为期7天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其实这规定当中让一些香港民众 没有办法理解的部分 首先是餐厅的饮食规定 港府他们宣布说 每一家餐厅从当天的晚上6点 到隔天的清晨5点的时候 不能够进行内用 只能够外带 但是就有很多民众说 那早餐怎么办 午餐怎么办 大家进去用餐 难道就不会染疫吗 那再来是这个公共交通的部分 必须强制规定 你不管是搭地铁 或是搭公车的时候 都一定要戴上口罩 最高会罚港币5000块钱 是台币大概2万块左右 但是也有人说了 其实现在才实施这样的强制规定 会不会太晚了呢 其实我们这边要讲的是 很多人都其实在今年这个年初 这个疫情一爆发的时候 都把希望放在夏天上面 因为很多研究都指出 病毒在高温的情况之下 是比较不活跃的 所以认为说 夏天很有可能疫情会减缓 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 为什么很多地方 在夏天的时候 疫情反而升温了呢 其实香港就有学者点出 他们认为 其实在就是夏季的时候 民众很喜欢吃一些冰品 或是冷盘 都有可能会导致 这波疫情的窜身 因为在餐厅里面 如果厨师没有戴上口罩的话 透过飞沫传染 让病毒附着在食物上 那冰品或是冷盘 又不会有高温杀菌的作用 所以就有很可能进行交叉感染 让顾客因此染疫 那香港政府的这一次 这则新规出来之后呢 到底对这个防疫 有没有效果 还是有待观察的